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黃國豪老師 今天要介紹的單元是C++的輸出與輸入 C++這個語言本身並不具備有輸出跟輸入的功能 它所有的輸出跟輸入都是經由韓式的呼叫來完成的 這些韓式都是預先錄製好的 並且放在標準的韓式庫裡面來供我們使用 那這些輸出與輸入的裝置種類非常多 比如說鍵盤、螢幕、檔案、印表機這些都算 那其中有一組比較特殊的裝置我們稱之為標準的輸入跟輸出 一般來講指的就是鍵盤的輸入跟螢幕的輸出 好那我們先來看標準的輸出 Standard Opt 那我們要使用標準輸出也就是螢幕的時候 我們需要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ostream會做一些基本的設定 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利用Std 來當做我們的螢幕輸出 小於小於這個就是箭頭的方向 把右邊的這個字串傳到標準的輸出也就是螢幕 所以這一行就會在螢幕上出現ABC 接下來執行第二行在螢幕上出現DEF 它會跟著ABC的後面繼續出現DEF 接下來第三行的程式會出現GHI 所以執行這三行程式之後 我們的螢幕會出現ABCDEFGHI 它會連在一起 那如果我們想要換行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要加入換行的符號 也就是Std 写寫 所以我們在ABC後面如果我們想要換行 我們就要在ABC的輸出這一行的下面 讓它輸出一個換行符號 那這個就是一個換行的符號 那一樣送到標準輸出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們DEF的後面想要有個換行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邊增加了兩個換行的符號 執行的結果就會在ABC後面多一個換行 然後DEF再多一個換行 就變成三行 好我們會看到剛剛用到很多Std写起來是比較麻煩 那這個Std就是名稱空間 我們也可以直接在這邊加上 UsingNamespace名稱空間叫Std 分號 意思就是說我們會用到Std這個名稱空間 以後呢 我們只要用Cout跟Add9就可以了 也就是Std写起來就比較精簡 那這樣程式寫起來就比較精簡 執行的結果當然是一樣的 那剛剛那樣子需要五行的程式才能夠輸出我們要的東西 其實也可以把它合併成一行 也就是我們可以把Cout直接串在一起 先輸出ABC這個字串 接著後面換行 緊接著EF 緊接著再換行 緊接著GHI 所以用一行的程式可以完成一樣的功能 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兩個 前面這是寫五行 這個是串在一起 結果都是一樣的 那輸入的部分呢 Standard Input 一樣我們用名稱空間Std 我們這邊就只要寫Cin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寫名稱空間 你這邊就要Std冒號冒號吸印 基本上 這是常用的東西 我們就通常都會用名稱空間在這裡 然後我們這邊只要用Cout跟吸印就可以了 那這個程式碼呢 是說如果你想要讓一個人輸入年齡 那你先顯示一個請輸入年齡 再讓使用者輸入一個真實的年齡 然後存到Edge這個變數 那既然你要存到Edge這個變數 你事先就要先宣告一個變數 不然團派的不知道Edge是什麼東西 所以在前面我們就要先宣告 五數的Edge 那它儲存的是年齡 那後面就會用到輸入的整數 就存到Edge 然後最後再把Edge 跟這兩個字串合併輸出 您今年多少歲 好所以這個程式整個就是說 先有個提示請輸入年齡 執行的時候會先提示使用者請輸入年齡 那使用者輸入18 剛好會接著吸印存到Edge裡面 然後最後再把它顯示出來 您今年多少歲 好那我們今天的範例就是06.cpp 那我們要做的是請輸入姓名 請輸入年齡 最後再輸出MOMO今年幾歲 所以我們有兩個輸入的 一個是姓名 一個是年齡 那姓名是一個名字 算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們宣告一個字串的名字叫Name 那名字是一個整數 所以我們宣告一個int 然後Edge 好這兩個變數用來儲存姓名跟年齡 可是我們要讓使用者輸入之前 要先有個提示 所以我們先cout 請輸入姓名 然後接下來是cint 讓他輸入姓名存到Name裡面 然後再下一個提示 請輸入年齡 然後再讓使用者輸入年齡的時候 存到Edge裡面 然後最後再把它整合起來 MOMO你今年幾歲 好那這是一個執行的範例 輸入姓名的時候我們輸入王小明 然後請輸入年齡的時候我們輸入18 就會合成王小明年今年18歲 這個名字是可以變的 年齡也是可以變的 這個答案當然就會跟著變 那程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跟使用者做即時的互動 使用者有不同的輸入 輸出就會跟著改變 好那我們實際的來操作一下這個06.cpp 首先我們打開Devc++ 然後我們去開啟已經寫好的這個程式 因為老師事先就已經寫好了 打開之後 這個程式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程式 我們可以來執行 編譯並執行 好那這邊寫請輸入姓名 那我們就輸入王小明 然後按Enter 他就會出現請輸入年齡18歲 好他就會說王小明您今年18歲 好那我們可以再重新執行一次 那我們剛才已經有編譯過了 我們可以直接按這個執行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重新編譯了 我們這次是輸入王大明 王大明年紀比較大 也許他是25歲 然後他就會出現王大明今年25歲 所以基本上 城市可以有不同的結果 因為我們的輸入一樣的東西 而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這就是城市好玩的地方 好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同學的觀看 有任何問題歡迎用email來跟我討論 下次再見